不讓你練習時間到才叫你去會場 不帶你旁聽 講完就離開 就這樣 一樣 比上次更糟糕 上次在講的時候至少我們還會在 旁邊聽別人講什麼 然後對方講什麼 現在是一次神進去一個 而且要收聲 東西都不能帶 什麼都不能帶 只能帶一張紙張 我們簡單的訴求就是說 整個航空的計劃 不應該漫無邊際的擴大 也不應該說原本只是一個水槽範圍而已 讓有一個營建組 或者是限制武 是無機彈的 把範圍擴大到五邊武器 然後原本的只要一個跑道而已 就下面整個航空城下來 都整個區域範圍太大了 那當然範圍太大的時候包含到我家來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不能接受 因為你的公益系跟必要系的 這東西必須要被認證去探討 而不是說你政府想收地就收地這樣子 我覺得這方面是我們要訴求重點 那第二是說 那整個讓我們發言的機會是非常簡短的 然後就很短的時間 那甚至說 應該讓我們被遭受的居民的話 能夠暢索預言 能夠至少五分鐘十分鐘去講 可是他不是要就三分鐘 時間一到案裡就可能叫你走了 我覺得這方面是無法 就是一個公民的理念 能夠完全被陳述出來這樣 聽說的理由 就是說我們民眾如何去表達我們法對意見 完全沒有提到 而必須要我們亂去上網去追求 上網去查詢 內政部這邊來做一個意見的一個陳述 那我們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納入了所謂的剃除區 可是後來因為仲介的介入 仲介蟑螂的介入 變成是說我們的剃除的一個訴求 會被干擾到 那我們重新在循環一直反覆的陳述 就優如我們到處一直反覆的被淋遲一樣 是這些仲介 仲介的 在平常審查會議的時候 在會場去做一個喧鬧 讓大家出牌 這是違反了內政部 民建署的內部審查會議的規範要點 不能帶這些標語去會議審查裡面 他還是帶到這裡面去審查 所以說這方面我們做一個研討開 那他是做一個這個區域的 我們已經剃除成功了 他進來去做一個干擾 一個烏賊戰術 他把這個地方說 他要再重新納入 我們已經是在 第45次會議的 會議紀錄裡面 第17也提到了 那在624的時候 6月24號的830會議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說 我們已經達到剃除的一個目的了 可是 變成這次審議會議 還是要到審查 我們這個區域的 兩河流域的地方 我們知道說 兩河流域就是 以往的兩河流域 跟我們這兩河流域不太一樣 顧名思義 他也是一個文明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個孕育我們 一個母親的一個原生大帝 對對對 那他自稱是 沒有見過的居民 那就是仲介委員來規劃 我們知道說 審查會議必須要專家 學者 政府官員做一個統合規劃 而不是這所謂仲介 他任意去規劃 如果仲介能夠規劃的話 那我們要審議委員幹嘛 那我們要專家幹嘛 給仲介跟這些 場地的民大去審查就好 所以你們原本已經剃除在 都市計畫的這個範圍之外 但是因為有這些人的介入 你們又反部的被納進去 沒錯 要不要納入還在未定的結構 沒錯沒錯 那我們的一些居民 大家反對就被徵收了 甚至有一個居民被騙了 然後他被騙了 他陳情說 他被騙的內容 甚至寫了委託書給我們說 他被所謂的林長去詐騙了 他委託說他中間已經被騙過了 他說一開始的時候他不同意 結果林長先生呢 說他這個是請他來簽一下 簽什麼東西不知道 就叫他簽了 我們取得這位居民的委託書說 他陳述他被騙了 那如果說政府還是相關的神經委員 把他們納入整個趨量徵收的話 那我們會用這個東西去控告說 這個程序是違法的 甚至他們所謂的比例性 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 對 他詐騙民眾說 一瓶可以用18萬 可以換到 那真的你如果被徵收的話 你說一瓶換一瓶 這樣的一個虛偽的內容去詐騙武居民 叫居民去寫下來統一出 統一被徵收了 結果居民發現說 未來不是的話 我們跟他告知之後 他就不行了 他另外就是中間委員會說 我們已經土地被污染了 那污染的話就要被徵收好不好 我說 如果土地被污染就要被徵收的話 他比如說 媽媽生病了 就讓他去死吧 我覺得這應該是討好去支持他 好去就是我們母親 就是我們大 要支持我們母親 這樣子認清他必須死去 我們得了生了一個病 土地生了一個病 不是得了種類 不是絕症 我們希望相關的環保局會 就能好好診斥 我想這個是關乎到 現在兩次大會 會有誰有時候 公立區民這個規定抗爭 那這樣子抗爭之後呢 審查委員他們害怕了 第一次抗爭 是因為女性老人 一向在查鄉 然後第二次抗爭的話 是有我們相關的一些 寄救會代表 再說一個撒土的一個動作 那這次的話我想 他們也會有所防範 所以把我們限縮發言人數 一次比之少 一個等比之數寫少 因為每發言人數二十幾位 第二次發言只剩十位 那這次發言只剩十位 那這次發言只剩五位去代表 那我想這五位代表性 是代表個別的一個小區域 而不是代表整個區域的 那這次就是 你不能有自己的支持 而去尼密 那這次的信息 那信息的過程 真的是非常的 那這次我們 就是我們其實根本 外面的人 是 是 是沒錯的我想 他們 他們 像外媒體 做前面的發言承受的 一個設議跟採訪 可是 後面的審議過程當中 委員討論的內容當中 我想他們還是一個 一個黑箱審議 那我們知道說 相關的一個環保的一個 環體的一個東西的話 是讓我們委員 還有我們的基層朋友 全程參與 可是 像這樣的一個 一件數的一個 我想是一個非常 一個龐大的利益 共結的一個環體 剛才我們看到有幾位 立法委員 我們桃園區的一個 立法委員 發言完了之後 就離開了 他們想說 他們目的已經達成了 就離開了 所以說 我想 這樣子的一個審查過程 是非常重要的 但第二次大會 6月24號的830會議之前 他並沒有通知 所謂的相關權益的 土地被徵收的人 你應該去練習 聽說你為什麼土地被審查 被徵收了 那都沒有通知 直到 6月24號 830會議之後 他才有所謂的 通知的一個程序而已 所以我們被通知 一次要參加 可是 我們到6月24號去 我們每次都參加 為什麼 我們自己上網去查 上網去查 他會受損他 我家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兩個留意的案子 所以說 我們想 在自己的老農居民 他們不懂得上網 他絕對不懂什麼叫 Internet 所以說他們都不曉得 他們知道的時候 已經說已經有定案了 第一次公產結束了 第二次公產結束了 這時候他們還知道 他們錢已經受損了 所以這時候我想 農民的慢慢的抗爭 慢慢是醞釀的 我想就是越來越大的 而不是常在開始消失的 好 好